釋迦牟尼佛 南某本师釋迦牟尼佛 南某本师釋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介绍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下课本三十九页 讲到这里 归佛归法归身 归佛两足尊 归依法礼御尊 归身众宗尊 那么这里讲到礼法礼御尊 好 讲到这个佛法的功德 正法妙难师 善尽长安乐 依谷先人道 人入于涅槃 这里是在讲佛法的前面是讲佛法的内涵 现在是讲佛法的功德 就是它有什么作用 功德就是作用 好 他说涅槃为一切圣者 一切学佛者的归一处 现在讲到说由于正路的程度的不同 有余涅槃跟不余涅槃 大波涅槃的差别 那么实则涅槃就是正法 好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涅槃这种概念 涅槃是佛陀之前就开始 我们先讲比如说佛陀这个观念 我们说过佛陀就是觉诊的意思 那么在佛陀还没成佛以前 就有很多号称是觉悟的人 已经非常多了 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觉诊 都叫做佛陀也有很多种名字 但是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慢慢地佛陀这个名字变成佛教 释迦牟尼佛专用的 变成是这样 这内涵不太一样 涅槃也是一样 涅槃是一种概念 印度人常常就是也有讲到涅槃 各个中间有他的涅槃 印度人的习惯 过去的习惯 肚子很饿 饿是一种苦 吃完饭了摸摸肚子 就说涅槃了 意思就是什么 我这个苦消除了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他的苦消除 苦消除 灭苦 苦灭 我很渴 我喝了水 涅槃了 就像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 我的这个苦消灭了 我的苦消灭了 那么佛陀把这个涅槃的涅槃 把它绝到什么 绝到真理 可是真理是什么 这个就各说各话了 好 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成果之后 佛陀就变成是佛教释迦牟尼佛专用的 那涅槃 那么佛教的目的是涅槃 也可以说是解脱 就不同的概念 但是是一样的 那涅槃的原意 意思就是 启灭 涅槃就叫启灭 什么启灭 苦的启灭 但是比如说印度人摸摸肚子 吃饱了摸摸肚子 涅槃 涅槃 苦灭 那么佛陀的苦灭是一切苦 一切苦 一切的苦 一切的苦灭叫做涅槃 一切的苦灭叫做涅槃 或是说我们来看 这里讲到涅槃有三种 涅槃的概念后来也产生变化了 大圣小圣说的涅槃其实不太一样 这里讲到有三种涅槃 后来佛教的涅槃意思就是 指生死轮回的苦灭 因为一切苦都从哪里来 苦就七种 所有的苦都从五蕴赤胜 都从生死 因为有这个生死 有这个五蕴生 比如说苦 有生 生 生跟死之间 生是一种苦 死是一种苦 生跟死之间有老 有病 有怨证慧 有爱别离 有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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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五蕴生 五蕴无常生 或者五蕴赤胜 像火一样不断不断的 刹那生刹那捏 那么因为有一个五蕴生 有一个夜暴生 这个叫做夜暴生 那么所以有夜暴生 有这个五蕴夜暴生 所以有生死 因为有生死 所以有老病 因为最后爱别离求不得 那么有这些苦 那捏盘就是把这个苦捏掉 捏款就是灭苦 好 那现在捏盘 我们先了解一下 捏盘有三个 这里讲到三个 叫做有余涅盘 无余涅盘跟大波涅盘 有余 无余 大波 大波涅盘 涅盘有时候叫波涅盘 波就是圆满的 完全的 涅盘 好 那么有余 有余如果在阿含经里面来讲 这个余是余有什么 刚才我们讲苦是因为有夜暴生 余有这个生 有余是余有这个夜暴生 夜暴生 因为有这个夜暴生 还会有生苦 但是已经没有烦恼了 所以没有生 没有辛苦 所以变成有生苦 但是没有辛苦 他把烦恼断建了 那么烦恼 烦恼是一切 因为有烦恼 所以造业受苦 才有苦 有烦恼造业 造业感召这个夜暴生 才会受苦 苦就是刚才讲的 夜暴生之后就有生死 生死之间有老有病 有冤真外爱别离求不得 那现在把这个因断掉了 没有未来的生死 爱取有 我们说过 最前面第一堂就讲了 爱取有的有是未来生死的前有 就是说你会感召未来的这个身 像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断定盘 死了之后 就会有下一次的身体 那个身体要看 看你的三二夜 有时候是天人圣 十丈高 有的一丈高 有的是人的身 有的是畜生身 顶多五十公分 不一定 有的是扭 不一定看 有的是鬼道身 鬼道身就分 有福报的鬼也很大分 没有福报的 就猥琐猥琐 躲在那个角落 在那边哭 就很多种 那么不一样 因为有这个身 就有这个苦 这个夜暴生 这个夜暴生还没完 就予有夜暴生 叫做有云 无云 像释迦牟尼佛 在普迪处下正涅槃 他断尽烦恼 在普迪处下成果 他这个就是涅槃 舍利佛目见年 见佛之后 一个月内就正阿罗汉 他就已经正涅槃了 就已经正涅槃 那个时候叫做有云涅槃 他是涅槃 他把未来烦恼 他不会不受后有 因为他不受后有 不受后有 这个不受后有 无云也是不受后有 后有就是有生子 有这个夜暴生 没有云生 不受后有 所以他予有 予有现在式的 这个身体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断 正阿罗汉 假设我现在正阿罗汉 我这个身体还在 寿命还没劲啊 我还是会饿啊 那肚子还是会痛啊 牙齿还是会痛啊 一样会痛啊 可是 生苦心不苦 解脱的人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走到累 他也说 那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我老的走没那么久 那帮我要一点水 我很口渴 他受了唇头最后共挡拉肚子 拉肚子 拉肚子之后 他也是 就没办法一直拉肚子 他身体没有很虚弱 慢慢走慢慢走 他也没有说 我有神头 我还可以变一个金刚不坏声 用飞的 没有啊 夜暴生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夜暴生 还予有这个夜暴生 还会受苦 这个叫做有云涅槃 一般一开始 阿含经里面是这么说的 无语涅槃就是 我化了 死了 我们一般世界叫做死了 死了这个身体化了 没有了 夜暴生也不存在了 也不会有下一次的五印生 他也不是断灭 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不是 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存在 好 那么叫做无语涅槃 就不在生死轮尾了 他不是不在 他是不在生死轮尾 是这样子 那你说在哪里 没有在哪里的问题 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涅槃到底是什么 只能说涅槃不是什么 那么大波涅槃就是 像佛陀这样圆满 一般来讲只有这两种 有语跟无语 那后来 后来大圣佛法认为 阿罗汉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 佛的涅槃才是真的涅槃 为什么 阿罗汉还余有什么 余有习气 他把烦恼断建 习气没有断建 所以阿罗汉的涅槃 其实是有语涅槃 佛的涅槃 才是无语涅槃 那所以如果从 从有断习气没断习气 圆满不圆满 究竟不究竟来讲 佛的涅槃才是无语涅槃 那为了分别 也说叫大波涅槃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那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一些佛教名词 有时候会 就是他的内涅 他的内涅 就好像涅槃 在印度原来只是说 我这个痛苦消除了 我这个痛苦消除了 这叫做涅槃 到了佛法 他把它扩到他的内涅 一切的苦都消除了 一切的苦都来自于生死 一切的苦都消除了 叫做涅槃 就变成是这样 那有语涅槃 无语涅槃 到了大圣就变成 本来是余有月报生 后来就变成余有习气 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 那这个 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 大圣里面讲的 讲的这个有语涅槃 无语涅槃 跟阿涵经讲的有语涅槃 无语涅槃 不太一样 好 让我们看 他说涅槃就是正法 正法是自正的禁定 涅槃其实就是一种禁界 唯妙的难以思议 一般来说 在阿涵经里面 你很少看到说涅槃是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世间的语言 可以说明的 世间的语言是因为 针对世间的事 要来去陈述它 解析它 比如说 发明了电脑 然后才会有电脑这个名词 然后看到某些东西 才会用一个名词来叙述这个东西 世间都是这样的 那么世间没有的东西 不会有那种名词 比如说电脑是50年前才有的 50年前以前没有电脑这个名词 比如说火车 火车是比如说100年前才开始有的 那么100年200年前没有火车这个词 像经典里面讲火车那个不是 那个是找火的车 那个就不是这个 我们的那种火车开 不是 那这种 这种像太空梭啦 像什么有的 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世间的语言是 藉由 要去叙述陈述 世间的现象 然后彼此沟通用 所以世间没有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描述它 所以说不可思议 唯妙的难以思议 思就是什么 很想很难想 就好像以前 以前台湾还没有留脸 没有 又有人去泰国回来 跟你的爸爸妈妈天空一栋水果 那么大起来有点像椰子 然后外面刺有点像什么 然后味道有点像什么 它只能够说像什么 但是没有办法具体说它是什么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具体 因为世间 我们这里面那种东西 你很难用一个 你说那是不是椰子 不是 可是它味道像什么 那是不是什么 不是 反正就很难讲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什么 但是只能够仿佛大概的说 类似像这样 那涅槃不是世间的境界 它是出世间的 世间没有这种名词 形容词 可以去形容它 你也没办法想到这个东西 所以一般叫做 不可思 不可意 佛法里面常用的原名叫 不可思意 它其实是两个词合起来的 不可思 不可意 思就是思想的 你没办法想象 没办法说明 意就是说明 没办法想象 没办法说明 那禅宗有一个 有一个话叫做 叫做言语道断 心形触念 行就是思嘛 言语道断 用比较文言的说法就是这样 没办法说明 没办法说清楚 也没办法想象得出来 没办法说得明白 那么也没办法想象 那么后来就 就变成的时候我们讲的不可思议 就变成不可思议 那现在的不可思议 这个成语有一点点 好像有时候不是讲这样 有时候不可思议 就会觉得好像很离谱的感觉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说你竟然会这么做不可思议 你竟然会来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原来意思不是这样 好 所以他说正法唯妙的难以思议 就不可思议 那么这所以说如人云水人卵自身 就没办法讲 你喝了就知道到底有多冷 到底有多酸 到底有多苦 如人云水 就是说好像你自己喝水 你才知道那种感受 那没办法形容 那种干到底是什么 有些东西没办法形容 经论的方便开示 他说现在 因为涅槃很难说 谁到底一经论的方便开示 略加说明 虽然不能说 但是大概可以说 涅槃到底是什么 他说第一个 他说涅槃就是正法 就是正法的境界 境地 完整正的正法的境地 就是涅槃 正法是善 这是圣意的绝对完善 那么佛法有三个趋向 常常在讲佛法有三个趋向 那么向善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学习佛法 那么自己可以检验 你学的是不是佛法 就好像你喝水 喝水有几种作用 这水是液体的 第二个 它能解渴 那你如果喝了不能解渴 那你就要考量 你喝的到底是不是水 这种意思是一样的 向善 那这里是讲到四个 向善 向解脱 他正法有这三个趋向 他这里讲正法有四个功德 第一个也是善 他是善的 而且他是绝对完善 政见的第一个就是知道有善有恶 你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很多人其实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比如杀生济世 这个很多人认为是善 杀生济世 我们杀鸡杀鸭去拜祖先 去拜玉皇大帝 我们也认为是善 但是这个是善中有恶 恶中有善 善恶加善 这个怒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们认为是善 其实有善有恶 帮助人是善 拔刀砍人是恶 世间这个佛法 佛法说的善恶跟世间的有些不太一样 我们会认为 我们会认为这个 这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不共戴天就是说 我父亲被你杀死了 我一定要让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我一定要消失 一定要让你死 不共戴天就是 我不可以跟你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要不就是我杀死你 替我夫妻报仇 要不就是我被你杀死 但是就是不共戴天 不可以跟你同生活在这个一个世界上 要不是你消失在世间 要不就是我被你杀死 我跟我父亲一起去 也消失在世间 这个对世间来讲 有情有义 孝子 那这个甚至世间人讲的 君子报仇三年不完 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报 此仇不报非君子 可是在佛法讲这个就不是 不是这样讲 就是要解冤结 就是要解冤结 不可以报仇 要解冤结 然后不是拔刀相助 是你要帮助这个被欺负的人 也要帮助那个欺负人的人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法讲的善跟恶 跟世间讲的善跟恶不一样 杀生祭是杀牛杀猪 祭是这个天神 天神很高兴地赐福给百姓 哇 好像我牺牲我可以的东西 然后去帮这一切人 你这个心是对的 可是对那一只猪 对那一只鸡来讲 你是造恶业的 你是伤害他的 所以说这个 我们做了很多事都是 三中有恶 恶中有三 三二甲打 那佛法第一个证件告诉你们就是 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时候 世间的人在这一部分 有很多事情分不清楚 所以他一直在造恶 他一直以为他在造善 他在修善 这个就比较麻烦 那就是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甚至讲这个 在拿出那个孟子的那个 就是有一千万个人 拉住你你也要去 谁千万人无往你 有那种精神 奋不顾身的精神 不是啊 你要先分别这样做 对不对 你不要说义无反顾 没有错 当然不让 舍我其谁 是啊没有错了 那奴家也讲了 这个勇气不是披肤之勇 那个人不是富人之人 那他只是形容 就是说你慈悲跟智慧也要分清楚 那佛法第一个证件就是 要先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其实我们看世间很多人 善又分不清楚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意义跟没有意义分不清楚 我们都是在做那种无意无利的事 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的事 都做一些 好 那我们两次再看 那这里讲到政法有四种 政法有四种 第一个就是善 善 那么这是胜利的绝对完善 就是说他绝对是善 这个善 所以佛法讲 这个不管是 他绝对不会说 比如说以前 以前我刚学会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讲 这个人严重要在子词念 那么他比较有什么 比较有力量 超过子识念就不喊 就是力量没那么强 所以子识念 用人严座功力绝大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世间人比较常讲 地藏经不能在家念 在家里念会招来鬼神 会有业障 那么好 那假设我们说地藏经是法 人严座是法来说 那么他很显然不是绝对完善 因为他有时间的限制局限 绝对完善就是像甘露 没有后遗症 不会有副作用跟后遗症的 那佛法 正法绝对没有后遗症跟副作用 那比如说地藏经 地藏经在家里说 会有副作用 在试验上不会 那在什么时间内可以 在什么时间内不可以 这种法没有人教 你就修 诶 有副 密法还不是这样 没有人跟你传 那你就自己这样修了 有罪 传给你啦 正式传给你 你再修 没有罪有功能 诶 你好好想 那这样叫做什么 不是绝对完善 那正法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正法 正法它是真理 真理就是说 今天不管有没有我跟你讲 你照这样做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没有佛的时代 也有解脱的人 那个叫屁肌佛 没有佛传给他 没有佛传法给他 可是他自己觉悟啦 社交佛也是自己觉悟的 那么如果说我有一个正法 那么没有我传给你之前 你修你是道法 那么你就怎么样 你有罪业 你要等到有人传给你 你才可以修这个法 那个就变成有副作用 那这个法你必须要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有特定的时间 有特定的地点 必须要有特定的人跟你讲 你才可以修这个法 那个就有副作用 有后遗症 正法是绝对的完善 你不管是谁来修 什么地点修 在什么时候修 好就是好 不会换了时间换了地点 换了另外一个人跟你讲 好就变成不好 不好变成好 本来是一份功德的 因为你在这个地点修 在这个时间修 变成一百份 乘以百倍 去了其他地点 就变成百分之一 那有这种 在家里念有功德 在寺院念有功德 在家里念就有罪过 哪有这种东西 可是这种佛法很流传 我念了什么经 后面再念了什么作 我变成一百倍 我在什么时间念这个 修这个法 功德变成一千倍 这个法有局限 它不是绝对的完善 而且有时候有后遗症 有副作用 法的功德 他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常常听这个世间的人 一大堆的禁忌 一大堆的禁忌 这个受 我常常听很多 这个最常听的 比如说念诸 念诸 念诸念佛的时候 要念到那个头 不能念过去 都再放回来念回来 要不然会有罪过 那么拜佛的时候 什么水果不能办 那么这个女众 那不可以 那么去试验里面 那么窝 窝那个香炉 好像很多 一大堆 太多了 这个禁忌太多了 佛法没有这些禁忌 我告诉你佛法只有唯一的禁忌 叫做什么 不恭敬 不恭敬本身有过失 你只要恭敬 你没有过失 恭敬就有功德 不恭敬就有不恭敬的过失 那是因为你的心不恭敬 那你专心善心 功德多功德少 专心送功德比较大 散心送 要送不送的功德比较小 是这样而已 那没有什么特别禁忌 没有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特定的人 特定的仪式 没有这些 那这些都是方便引发 你内心的虔诚专注 基本上就是这样 虔诚专注 那透过专注产生明白 叫做专注千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佛法他一个 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先让你恭敬虔诚 这是要得功德之前的 因为你这个是心 恭敬虔诚心 那么虔诚之后就产生专注 专注就是定引发智慧亲民 当中都是心的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信 你相信你恭敬 你恭敬他 他的话能够入心 所以我慢高山滑水不入 所以你看佛法都是欢喜信送 欢喜恭敬信送 然后后来依教共习 基本上恭敬虔诚 然后专注亲民 由这个来分功德的多跟少 作用的大跟小 他不是说你在什么地方 然后那么什么布置 什么布置 还要怎样要怎样 然后在什么时间面有罪过 什么时间面有功德 什么地点面有罪过 什么地点面有功德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法是绝对的完善 就是我们简单讲 没有后遗症没有副作用 经典里面常说的是前中后上 然后中边好像蜜中边皆甜 这个蜜不是上面的比较甜 不是像甘蔗 那个头那边比较甜 尾巴比较不甜 然后它叫蜜 它叫蜜 它叫蜜 你挖前面的 挖中间的 挖后面的 都是甜的 而且一样的甜 那佛法初中后善 前面中间后面初中后善 中边皆甜 这是阿经里面比较常用来形容法的利益的 那这里我们说到 那第一个 正法是善 而且是绝对完善 本来就是圆满 第二个 清静 由于政法不是烦恼等杂然所污的 也不是烦恼杂然所能缘起的 所以民为清静 就是它没有烦恼 没有夹杂烦恼 现在是在讲这个涅槃的 但是涅槃其实就是政法 完全震到这个政法 所以它是清静的 它没有过失 那么第三是常 政法是超越实践性的 不生不灭 本来如此的 两千年前有这样 两千年后有这样 那么而且在什么地方都一样 在骗一切死 骗一切处 骗一切人 那么都一样 所以它这个是超越时间性 我们常常政法有 若佛注释 这个我们常常在说 若佛注释 若不注释 法信 法注 法信 就是不管有佛出事 没佛出事 有人跟你讲 没人跟你讲 你见到了政法 你悟到了政法 你弃入了政法 它就是这样 法这样就是这样 它有那种差 有那种真理就是不容易改变 这里叫做超越时间性 本来如此 那一般是这样 若佛注释 若不注释 佛注释的意思就是 有佛出现在这个世间说法 若佛注释 就是有佛说 没有佛说 不是说有佛说 就好像说 并不是因为牛顿跟我们讲 有地心引力才有地心引力 牛顿没有跟我们说的时候 也是有地心引力的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再说这个法 若佛注释 若不注释 佛有说 佛没说 佛并不是发明法 佛是发现法 发明跟发现不一样 发明就是 从佛之后才有这种东西 不是佛 只是发现 发现这个法 若佛注释 若不注释 出释 有些说出释 有些说注释 那其实是一样 若佛出释 若是若佛注释都可以 若不出释 佛有出现在这个世间 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 法性 法注 法界 白话讲就是 本来是这样 它有本然性 本来这样 法注 注就是不改变 一直这样 它本来就是这样 它不是后来才这样的 它一直是这样 中间都没有改变过 从初到后都改变 普遍是这样 到哪里都一样 用白话讲 简单讲就是这样 法性法注法界 本来这样 一直这样 普遍这样 那这里讲的就是 它超越时间性 跟空间性 好 那我们看 所以 第四个 是安乐 这是没有生老病死 悠悲苦老的 是离系的绝对乐 那乐有三种 苦也有三种 一般我们佛法说的 一般我们佛法说的 乐跟苦其实都 乐是针对苦讲的 那佛法修行就在离苦得了 苦 一般我们讲七苦 三苦八苦 那这个说法 说法 说法 若佛有初识说法 没有初识说法 那么苦 基本上现世苦 来世苦 来世苦 轮回苦 现世苦就是我们现在的 老病死 愿正慰爱别离求不得这些 生病啊 老啊 愿正慰爱别离啊 来世苦就是 来世人有三二道 那一样 如果做人一样 又老病死 愿正慰爱别离 那如果三二道 那苦就更多了 第一是一直苦 生天也有苦 天也有苦 那苦比较没那么多就是 那来世苦 那这样 这样一世一世 一世又一世的受苦 一世又一世的受苦 一世一世的受苦 一世一世的受苦 没有止境的 那么在这一世里面 一世又一世的受苦 有时候是老 有时候是病 有病完之后又愿正慰 愿正慰之后又爱别离 就这样 交叉一直 就是一般叫做八苦交间 重苦逼迫 我们做人是很容易明白这个苦的 100个人 99个人都苦 只有一个不苦 不是因为他不苦 他不知道要苦 有啊 公公都不知道 他知道 他也会苦 但是他公公不知道苦 那么这个 重苦逼迫 那人 人是因为好 人是好好在哪里 那有些都说八苦交间 是 是 那 人好好在哪里 苦又不会苦到受不了 但是又有苦 所以人好修行就是这样 太乐 天上太响了 没有 天上不是不苦 苦没那么快来 天上又有爱别离 寿命经也要苦 五衰相见他就苦了 可是那个时间 就像你现在犬很多 可是 你还很健康 那这个时候 你感觉苦的 没那么强 但是有一天 这些一定会消散 那么 三二道畜生到鱼痴 畜生到鱼痴 他也苦 但是他不会特别去感受那个苦 那鬼道感受到苦 但是他不由自主的就一直 一直往苦里走 鬼道众生其实 三二道都很苦 那第一 苦到不得了 都是没有办法脱离 他想死 六道众生里面 唯一不想活的 唯一不想活的 只有第一 但是他死不了 第一 很麻烦是死不了 他被刀山流过 对不对 出来 风一吹 又恢复 他在电力机 到山流过出来 又恢复 他死不了 他没办法自杀人 他不管自杀他杀 他都不会死的 寿命镜才会死 其他的 其他的定义以上的人 都怕死 当然也有一些人 是早死的 但是还是怕死 都怕死 鬼道 天人 鬼也怕死 就是那个蚂蚁老鼠 所有的动物 六道路众生 除了第一 除了第一 尤其是那种 千死千生的那种第一 他很苦 他要脱离 但是他死不了 受命未尽 没办法死 那像我们就不是 我们受命尽 福报尽 就会死 而且大部分的人 可以说99.9%的人 都怕死 那 动物也是这样 大部分都怕死 那这个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那有一些不怕死的 怕病 像张飞不怕死 张飞不怕死 你看三国年龄那个张飞 残阪摸一赫 赫退 草草几万大军 英雄好像怕什么死 但是英雄好像不怕死 怕什么 怕病 怕病 英雄最怕病还没 怕病 那这种东西就是说 就是苦 就是没有那个 六道都有苦 唯一没有感受到苦的是什么 长时间没有感受到苦 无色觉的众生 但是 他也会死 他也会死 比如说犯天 上帝 劳利天玉皇大帝 你说他苦吗 他也不苦 玉皇大帝快乐得很 他怎么会苦 福报那么大 可是他会不会死 会啊 他也会死啊 他死的时候这些 产业越大 死了就 要死之后就更什么 更舍不得 更舍不得 你舍不得 财产越大 子孙越多 权力越大 要死的时候越难舍 越放不下 那个时候爱别离就很苦 可是他时间很长 他永活就几千年了 那上帝时间更长啊 更长啊 那像那个米洞宾啊 那种巴仙 那个时间也很长啊 那也是几千年 他也不苦啊 可是不苦是短暂 或是长时间 他终究会苦 终究会苦 你给你活个几万年 跟这个轮回几亿节 那地球就几十亿年了 那来比那个还是很小 还是很小 那有些是不知道要苦 你家养着小猫小狗 可能也不知道要苦 但是他不是不苦啊 时间一到他一样苦啊 那像上帝啊 一王大帝啊 这些他现在也不苦啊 可是他一样有 每个人都一样有轮回苦 他可能现世来世苦不多 但是轮回苦一定有 时间拉的长一点而已 时间拉的长一点而已 所以这个苦基本上 现世来世轮回 那热呢 这个轮回苦 现世乐 来世乐 来世升天的乐 现世幸福快乐的乐 美满的乐 来 然后呢 究竟的就是解脱乐 不轮回叫做解脱 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解脱 离戏 离戏就是离烦恼 只有把烦恼到进去才能解脱 所以叫做离戏乐 没有烦恼系的快乐 没有烦恼系的快乐 那就是解脱的快乐 好 所以这里有三种 三种热 那么现世热 来世热 那么这里涅槃是离戏的绝对热 一般的热都是相对而已 不究竟的 不究竟的 离戏是绝对的 究竟的 究竟的解脱乐 总之正法不可失忆 功德也不可失忆 这里在讲它的功德 好 那前面讲正法 空一向 我从智慧的境界说 名为正法 如从智慧正入正法而得真自由 名为涅槃 他说正法就是涅槃 那为什么正法就是涅槃 要叫正法就是涅槃 就是 第一个从智慧的境界来讲 叫做正法 第二个从契路 契路正法 正正法 得到的境界 正自由来讲就是涅槃 所以涅槃的原意叫做 涅槃的原意叫起涅槃 叫涅槃 所以涅槃起涅到的涅槃 涅槃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涅槃之道 涅槃就是苦涅槃 道就是涅槃之道 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 所以正法就是涅槃 只要一直往古 古就是过去了 古先人就是古佛 佛也叫做先人 先人在印度 基本上 以前的所谓佛陀觉者 先人 其那胜利者 这些其实都是形容 所谓有修有正的人 但是不一定是后来佛陀讲的 所谓的圣者 像我们中国 中国的圣人 遥顺与湯 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延徽 就十个三代以前 那三毛五弟就不讲了 再更早以前就是三毛五弟 那孔子 奴家的正统基本上就是 遥顺与湯 文武王 文武周公 孔子 孟子 延徽 孔孟延徽 大概就是十个 下去之后之外的 基本上不叫圣人 叫贤人 所以 所以奴家叫做西圣西贤 西就是希望 西圣西贤 但是奴家的圣贤 跟佛教的圣贤是不一样的 我常常讲 奴家做西圣 西贤 他的圣贤之道 你看文天祥 文天祥要死之前 写了一个正气歌 读圣贤一书 首学何时 但是这个圣贤 如果从佛教的教育来看 遥顺与湯 文武周公 孔孟延徽 都不是圣贤 没有 没有一个人勿援起握的 那天主教的 历代的 历代的 历代的这一些主教 乃至于像德雷沙 也被封圣 但是从佛教的来看 这个也不是圣贤 那道教的圣 基本上 道家的 道家跟道教不太一样 道家的 基本上是 所谓的老子之圣 那老子是不是圣 这个就很难说 老子 有没有可能证得见法 见证法 这个很难说 但是孔子绝对没有 从孔子的世俗 从孔子的教育来说 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是从他的教育里面没有发现到 但他也许没有说也很难说 但是照理讲 如果有就会说 因为他没有讲夜报人文这件事 他没有讲这件事 中国没有这件事 除了印度 其他的文化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件事 孔子也没讲 历代的中国古代都没有人讲这个 轮回夜报这种事 一夜寿报 然后有六道轮回 然后有解脱 中国古代只有所谓的成仙 就是成仙 雨化登仙 这种事 那才是道家的 那奴家比较不讲 未知生厌之死 不讲未来的事 着重在现在 奴家是着重在现在 那道家就比较着重在 着重 世间这个只是暂时的 着重在更高的一个高深的境界 那农家不是 那就是说做在圆满这个世界 不太一样 但是从道家很难说 道家的教育 因为只有一个道德性 以道德性为主 后来庄子 庄子再讲一些 但是老子的境界还是深不可测 那孔子的就比较 因为他讲的非常多 从孔子的理论来说 他很明显的 他是世间的圣人 这个不可否认 而且这个是从汉武帝汉朝之后 霸处百家 独尊奴书就开始了 秦朝还没有 秦朝还焚书坑米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到了魏晋南北朝 奴家也被摒弃 魏晋南北朝是道家开始被扶起 那之后就是 之后就是奴家到家 奴家到家 还有后来佛教进来 后来才能识到三教 就变成这样 中国是这样一个演变的 那如果从圣人的角度来看 当时印度号称很多圣人的 有时候叫仙人 就叫仙人 古圣 古仙人 古佛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那一些号称仙人的都不是 从佛法来讲不算 甚至其他教的教徒 也是一个抉择 但是从佛陀的角度来看 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他并不是圣者 并不是 从佛陀的角度来看 孔子并不是一个圣者 不是 孔子当然境界很高 孔子 但是佛法并不是说 你是不是圣者 不是看你这个人 慈悲不慈悲 然后看你这个人 这个道理懂不懂 不是 你是不是圣者 用一个 只有一个来分别而已 就是什么 一切学圣界 无为法二有差别 你有没有见正法 很多在家众 他还有贪圣痴 但是他见了正法 他见了正法 他就是圣者 然后他贪圣痴 会见见保 见见保 因为他已经看到路了 看到目标了 朝这一条路一直走到目标 所以正出国的圣者 他还有贪圣痴 你看阿兰正出国 那个贪爱心还是有 佛陀生病 佛陀往生 哭到那些稀里哗啦的 感情那么丰富 一定会有贪圣痴 但是他是个圣者 佛陀时代很多在家众都是圣者 他并不一定要有很多学问 没有 周立盘头姐正阿罗汉 他也不会说法 他说没有读很多 你知道他讲他要讲什么 他只能够讲他的话 可是他的话你又不一定听得懂 所以他也不一定能演善道 他也不一定有神通 不一定 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 正出国的他就更少了 他也有太太 有小孩 会顾家 会赚钱 会做生意 一样会 可是他是圣者 为什么 他见缘起 正无我 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是不是圣者 完全看有没有见缘起 正无我 可是你只要见了缘起 正无我 你绝对会断去烦恼 绝对会 而且他有一个 有两个绝对 第一个 他绝对会断去烦恼 初三见 第二个 他绝对不会做散热道 他绝对不会造散热道的业 绝对不会 他有这两个绝对 但是他是圣者 但是他不一定没有烦恼 他一样有贪 有撑 有吃 一样会生气 一样会骂人 一样会喜欢吃臭豆腐 喜欢吃什么 一样会有 可是他不会因为瘫起来 撑起来 去做那一种很恶劣的事 不会 他只有小堪小撑而已 偶尔生气起来也会骂人 偶尔生气起来也会不高兴 不跟人家讲话 跟人家冷战也会 偶尔也会叨叨 会啊 偶尔也会叨叨 会啊 偶尔也会爱这个爱那个 偶尔也会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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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他現在只要一直往那個走 就算他怎麼懶惰懈怠放命 其次 其次 就算他有隔音之謎 死掉再來做人 忘記 也不知道自己正出國也不知道 不一定知道 也忘記了 可是他那一種個性 他那一種決定性 他就是好了 這一世也許沒有修學佛法 當然是 遇免成熟 他絕對會修學佛法 一定會 生到天上 也許沒有佛法 也許不知道 也許過了幾百年之後 享樂了 也許就享樂了 可是他不造惡怨 不是說不造惡怨 不會造重大的惡怨 就這樣 遇免成熟了 他決定努力 七次 頂多七次 最多七次 最少一次 那這一次正出國 這一次就得阿羅漢 這最快的 這一次正出國沒有多久是正阿羅漢 舍利弗就這樣 先正出國沒有多久是正阿羅漢 如果沒有 比較慢的 像阿納正慢一點 正出國之後到正阿羅漢 中間隔了三十年 隔了三十幾年 還有更慢的 這一次正出國死了之後沒有 下一次才正阿羅漢 最慢最慢的就七次 七次 仁天仁天 有的說這樣十四次 七次看怎麼算 就仁天仁天仁次 仁天仁次 仁天仁次 各有說法 但不管 他就是七次 就一定會正阿羅漢 那麼這個是聖者 這個是聖者 他不一定是個好人 他是個好人 但不一定以理想都個好人 可是他沒有煩惱 不是沒有煩惱 他不會有粗壯的煩惱 這聖者 所以 佛法的聖 跟農家的聖 道家的聖 天主教 基督教的聖 回教的聖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那佛法主要是以法 以法 你有沒有見法 你有沒有見法 誰見了法 誰就是聖者 所以金剛念會講 一切閒慎 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所以他這裡講 說到古仙人道 他說 過去諸佛大仙人的正道 就能正入於涅槃的解脫 就古仙人道 古佛所說的 其實就是過去佛了 那麼說到古仙人道 阿安經理念 這些經都曾說到 其實很多阿安經理念 常常講古仙人 古仙人 其實古仙人就是古佛了 過去佛了 居那含摩尼佛 居流孫佛 那麼 因為正法是本來如此 我們剛才講 正法 法性 法性就是本來這樣 本來如此 這樣就是如此 本來如此 一直如此 普遍如此 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 那麼人入涅槃的修行正道 所以它是怎麼樣 你如果在樹下 你因緣成熟 你看到樹葉落下來 你見到緣情 你就是聖者 不一定佛教的 佛教的叫做生文 生文 生文跟屁之果就是 有人教跟沒人教 你知道 沒人教你知道 這個叫屁之果 有人教你才知道的 這個叫生文 那佛教也是沒人教的 那麼 有一些是正的出火 或是沒有 它來的時候 世間上是沒有佛法 可是它的因緣成熟 它建法 這個時候它就叫拼子佛 它正阿羅漢 建法 然後沒多久就是阿羅漢這樣 那麼它就叫拼子佛 解脫了 所以 正法是本來如此的 連路涅槃的修行月道也是本來如此 就是法是這樣 法是這樣 那能夠建法的這個方法 也是決定是這樣子 它不會說 不會說這個 你比個例來講 比如說太陽 太陽在上面 那麼地球繞著太陽轉 那麼你要看見太陽 抬頭看 在台灣看見太陽要抬頭看 在美國看見太陽也是要抬頭看 那麼兩千年前看太陽要抬頭看 兩千年後看太陽也是要抬頭看 如果你在地球 它的方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釋迦佛 釋迦佛修這個法可以成佛 修那哈摩尼佛也是修這個法成佛 所有的法 所有的佛所建到的法都是這樣 能建法的方法也都是這樣 十方薄切犯一路涅槃門 不是就這麼說嗎 薄切犯就是什麼 就是佛 十方薄切犯一路涅槃門 一路涅槃門 涅槃門 涅槃 所以這個道也都是一樣的 也都是一樣的 所以人入涅槃的修行正道 都是本來如此 過去一切佛 無不經歷此正道而入涅槃 這不是釋迦佛所造作的 是古佛的禪道 所以就叫做古先人道 所以叫做古盪 好 我們先下課 休息一下